歡迎收看今晚的動漫無傷,我是主持雪玲 有馬二 無限 贏者 這次錄音,因為我們之前已經錄了,所以我們應該會錯過一集 看看估計什麼,但接著講的應該都是差不多的 厲害的就是厲害,差的就是差 你有說過的話嗎? 作話有問題的,作話有問題 那你說完了,一是受十二馬入,一是不入 聰明了 因為一是不入落,但都說完了 第一套要說的,都萬眾期待 他說動畫化的時候 大家都很期待,究竟會做出什麼 作品,或者氣勢做不出來 第一套要說的就是,進擊之個人 很多人出來 因為漫畫畫畫的位置,其實他厲害的是分鏡,而不是畫風 所以你要對比起來 還有,因為始終跟漫畫不比較 漫畫他需要去用一些 叫做什麼? 他那種畫風需要表現一些動感出來 不論他能否表現得到 但是和你的動畫可以很清晰一格一格的呈現出來 那是有分別的 但當然我也都承認 在那個作畫上,特別是 某一些角色上,是很明顯地美化了 這個動畫 剛才我無限講到,分鏡的氣勢 我覺得是漫畫,暫時我個人認為 漫畫是比動畫好 尤其是第一集,超巨型巨人 踢腳踢成本的時候 漫畫的表現的張力,跨得比動畫版更大 我不知道是不是動畫版 即是受限於畫格 拉筋的動作不夠好 即是畫畫的表現比動畫版更好 但其實他的故事 暫時已看了兩集來說 他還是很跟足於沿著的走向 即是他沒有添加 或者做某一些的變動 你怎麼改? 其實這件事沒有怎麼改 但你說這件事好像剛才 我們有講到的就是分鏡 因為艦身創 其實他很擅長去做一些分鏡 因為這套裝置是 所謂的立體機械 立體機械 立體機械 立體機械裝置 因為這套裝置明顯是 3D再結合2D的效果 去處理出來 所以你見到 當然你說現在這種遊戲 已經很成熟了 你在遊戲中 尤其是拿到陀佛那類型的遊戲 已經很擅長把這兩者混合在一起 所以你要見到 他這裡用的畫風 其實顏色會比較實 會更加容易 用3D處理的方法去顯示出來 所以那個感覺會是不錯的 其實會是 但是那個速度感應該可以表達出來 如果他用這個立體機動的話 其實你只看他PV 或者他之前的OP 其實已經表現到那個速度感 理論上應該是做到的 不過你說之後有多少錢去做 因為第一集他們其實不是正式打 因為一集就死了 但主角又沒有成井 所以暫時真的正式打 會有什麼樣子就還未知 那你投放資金又不一樣 你OP說是用13集 或者是用26集 怎麼可能做得隱身呢 第一集叫做什麼 就是先聲奪人 但其實實際上 可能到運用這個裝置 運用得多的時候 可能都要過多幾集 在動畫來說 才會說運用得多 實際實線到運用得到 至於你說可不可以保持 當然其他最大的因素 都是因為經費 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但是其次就是 我相信其實這個裝置 可以做到其中一件事 就是可不可以拿個分鏡 可不可以拿一些角度 可以令到那個動感加強 其實暫時來說 我自己比較 其實我自己動畫和漫畫比較 但其實他的動感 我覺得是做得到的 無論是巨人的方面 反而你說第一集 踢門那一下 我就一般般而已 我覺得其實漫畫和動畫差不多 但是第二集 你說這個海子巨人衝門那一下 那一刻的感覺 是比我的衝動力很大 我不知道那個海子巨人 去做的時候 是不是都是3D 我不太清楚 我不知道 不太清楚 那個作畫上 他設計的時候是怎樣 但是他撞門那一下 每一個動作 每一個動作 他衝完門之後 那一下煞車 他每一個動作這麼連貫 加上去的迫力 都是很重要 那一下是可以做得到 我不是單止理應 其實我那個動感 也可以做得到 當然是暫時來說是這樣 兩集而已 我也是說這句 錢是很重要 兩集做出來 其實這幾方面我是很滿意的 我也是這樣說 當然你說這套東西 其實在座 我們也有看漫畫版 追開這個連載 其實我比較擔心 因為始終這套東西 暫時說 不知道是會去做到哪個段落 因為大家都要明白 這套東西 叫做進擊之巨人 但是很多人別稱這套東西 叫做伏筆之巨人 因為他的伏筆 是不會解的 所以其實我比較擔心 就是說很多人看這套 因為這套東西 某程度來說 真的重口味 其實 未必剛好說 比較平常的 用者 去看這套東西 你意思是 重口味 那些是 第一集 他反而的重點 是放在劇情 那裡 那些 就不是說賣賣萌 那些 我只是說 他那些血腥 也好 或者他作畫本身的風格 那些人一看下去那一刻 很凝重 因為始終你這套作品 其實其中一個重點 就是要他突然 就是人類在巨人的威脅之下 是怎樣惶恐 怎樣去反擊 但是他的反擊 是不一定有力的 就是 我可以甚至說 你一些人類 他這麼多年來 都要抑壓著 他這麼多年來 都不能夠去反擊 甚至要將自己 困在一個 牆裡面 困在牆裡面 其實這件事是很諷刺的 就好像 等同於說 平時我們去動物園 為何你用個龍 困著野獸 那些野獸危險 現在反過來 你要用個龍困著自己 因為出現的世界很危險 其實這件事是很諷刺的 所以其實 單純是這個背景資料 你心思一下 已經可以明白到 其實 在人類方來說 他們的情景是很絕望的 當然 對於一些 他根本沒有經歷過以前 沒有面對巨人的市民來說 他們覺得沒有什麼 他覺得 這些平安 是很 是很平常 因為一百年都沒有被人攻破 他都不知道什麼叫巨人 根本都沒有見過 所以你看到 OP有一句 也都說到 這個畜生 所想到的一種平安 其實是不存在的 這種東西 當假設間 可能有一天 門被人打破了 第一第二集 門被人衝破了 的時候 人類怎樣可以在這個環境之下 再次組織他的反擊 再次生存下去 就是這個故事 本身開端的一個引詞 對 所以你說 本身 我不知道這是一季還是兩季 其實 現在最主要就是劇 就算是兩季 其實他去到哪個位 我想他可能有機會要原創 某一個段落 有少少章節段落 因為你都知道 進擊之巨人 是一個月刊 漫畫連載 他的速度 不是一般地的 當然你說 其實進擊之巨人 有一個地方 就像剛才那樣 他本身你說 很多人與人之間 或者是他對於局勢之間的描述 其實可以做很多心話 我反而期待 就是因為始終 漫畫裡面 他真的 天福有限 他很多時候 會將某一些 你說 心理之間的攻防線 或者是在一個 政治層面之下 他會比較少提 反而你說 如果動畫版 有機會做 我覺得會更加 人類很忙 除了對個人 除了對自己的人 對 你還要明白到 他這個人性 是很醜惡的 這套東西 都可以很 表現出來 阿雪玲剛才所說的 憂慮的時候 我也有考慮過 因為 我看動畫 我看漫畫 進擊之巨人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 見到一個很明顯的 停止位 基本上 他只是一浪 他只是一浪 對 我不可以說 他不是說 緊湊到你是不能呼吸 不是 但是 他每一件事都和人相扣 你不可能 無緣無故斷開 記住 你等下季 不是很可能 做到這件事 所以你說要找一個停的位 我自己覺得 我個人感覺 其實一季 其實沒有可能 一季基本上 真的什麼都沒有說過 我想只可以說到 艾連 艾連 去訓練營那裏 那裏 可能還要多一點 可能打一點 但是很關鍵的 還未接觸過 還有我覺得 我比較期待 就是他可能會把一些次序 去撿回 因為始終漫畫版裏 會賭拆 會有些賭罪 其實對動畫來說 那個流暢性 那個流暢性 那個動感性 其實會有很大影響 所以我覺得 如果他在那個位置撿撿的話 整個作品那個流暢性會更加好 還有看看怎麼看 可能有一些 這個我真的不敢說 有些角色 其實我自己覺得 《穿一之鬼人》他本身 叫做有頭有臉 好像有些劇情的角色是多少 但是 也不是部份 我想七八成角色 其實之後都好像是有些用的 這個才是問題 最大的問題是你沒有人的 不可以隨便剪掉 有些人可能很關鍵 就算他可能只是說我扔個小石 但他可能可以因為這個胡蝶炮應血 衍生起一個偏年大波 這些人物你不能剪掉 所以變相除非你說 做動畫的製作群他本身偷看過 本身接下來的發展 否則他能夠剪掉的東西其實不是很多 最多只能夠說我怎樣去處理 他編排前後次座 這個東西會比較重要 還有是繼續說我這一部分趕快 這一部分放在哪裏趕快 只能夠可以做到這件事 對了 這套當然我們就真的 比較期待就是他撿回位 還有就是他所謂的 剛才我們說的那些分鏡的處理 因為本身就是剛才這樣說 作者都是擅長這件事 我們就更加會看中這件事 讓我們看看什麼叫真正的戰鬥 給一些所謂的戰鬥班 看看什麼叫真正戰鬥先 對了